诶 现在怎么办啊 因为学长说下一组表演现在出状况 我们要上去填时间 不是啊 这样我们要讲什么 我们又没有准备这里的稿 我也不知道啊 这样这样这样 你等一下上去 哽咽 咳嗽 反正可以把时间拖过去就好了啦 这样 观众会买单吗 观众会不会买单我是不知道 但至少选民们是买单的啦 好吧 大家好 大家好 又是我们啦 刚刚的表演真是非常的精彩啊 想必他们寒假的时候 一定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练习吧 这是当然的啊 诶 不知道这是寒假 你不觉得真的是放得有点久吗 是真的有点久啦 久到我都忘记还有职业了呢 就跟有人忘记拆违剑一样 等一下 这种事不可以忘记吧 你是想要被学长埋进土里啊 你说职业还是违剑啊 都不可以啦 好好记得好吗 可是你不觉得这次寒假放那么久 好像没什么事可以做吗 废寝忘食 根本就是宅在家里的我啊 嗯 不会啊 你还有很多活动可以参加吧 例如把断掉的橡皮炎接回去啊 叶林大道丢松果测速比赛啊 呃 朱大哥复活仪式啊 朱大哥没有死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主客博把脸书办成这样 脸书还没有倒了 呃 难道是因为期末的大学生们压力太大吗 嗯 不不不 就是现在的学生们太低能了 不过你不觉得前一阵子把什么什么还给什么什么的活动 有点太泛滥了吗 确实是有点太多了啦 像之前选举的时候不是还有一个蓝色的党 想要把中华民国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知道我知道是国民党 我是说统促党 不过说到选举 你不觉得台湾的立法院也是越来越迷因化了吗 嘎嘎嘎 台湾的立法院本来就是迷因了吧 别的国家呢是选前选战打得如火如茶 图 但是只有台湾是选上之后坐进去才开始打 怪不得人家说官场如战场 古人沉不起我啊 唉 明明都是台湾的名义代表 又不是有人触犯法律 何必这样动手动脚的啊 不知道耶 可能现在流行斜杠吧 喜剧的天赋点一点之后 该来一点点武力值了吧 嗯 如果真的有人生素质可以点 我倒希望可以多点一些运气值 为什么是运气值 这样才可以抵消掉我们刚才为了职业所犯下的口业 再这样下去我可能到大肆都还选不到任何一堂通事课了 嗯 确实是有点严重啦 那我们还是赶快闭嘴把舞台交给我们下一组的 Mermaids 嗯 谢谢大家